南方电网电费充值,缴费200元,他们赚多少钱?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电力行业的逐步完善, 电费充值和缴费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必要之举。 而南方电网作为中国南方地区的主要电力供应商之一, 自然也成为许多人缴费的首选。 在南方电网的较为常见的缴费方式中, 电费充值和预付款缴费是相对较为常见的。 那么,南方电网电费充值缴费200元, 他们究竟能赚取多少钱呢? 南方电网简介,南方电网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主要电力供应商之一, 也是中国最大的电网企业之一。 南方电网业务范围广泛,涉及电力传输、配电、发电等多个环节。 在中国南方的11个省份中, 南方电网是其中8个省份的主要电网运营商。 截至2021年,南方电网的总资产已经超过1.3万亿元人民币。 南方电网电费充值缴费方式, 南方电网的电费充值和缴费方式多种多样, 涵盖了线上和线下的多个渠道。 以下是一些较为常见的方式。 1.在南方电网营业厅、营业网点进行现金缴费。 2.在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等运营商的自助缴费中端机上进行缴费。 3.在南方电网官网、南方电网、APP上进行缴费。 4.在第三方支付平台,比如支付宝、微信支付上进行缴费。 通过银行代扣方式进行缴费。 在以上缴费方式中,电费充值和预付款缴费是较为常用的两种。 对于预付款缴费,用户需要提前向南方电网缴纳一定的电费款项, 然后在使用电力时再从预付款中进行抵扣。 这种方式比较适合那些用电量、较为固定且需要稳定控制电费的用户。 而电费充值则是通过在线支付或现金支付等方式, 将电费直接存入用户的账户内,然后再用电时进行抵扣。 这种方式适合那些用电量不稳定或需要随时充值的用户。 南方电网电费充值缴费200元,他们赚多少钱? 对于一个200元的电费充值或预付款缴费, 南方电网能够赚取的金额并不是200元。 实际上,在整个电费充值和缴费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多个环节, 每个环节都有一定的成本和收益。 下面,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些环节。 第一,银行手续费对于使用银行卡进行支付的用户, 银行会向南方电网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。 这个手续费的具体数额会因为不同的银行、不同的卡种而有所不同。 但是一般而言,手续费大约在0.5%至2%之间。 以南方电网收取1%的准确值计算, 200元电费充值收取1元银行手续费。 二,第三方支付平台手续费, 对于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支付的用户, 支付平台也会向南方电网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。 这个手续费的数额同样会因支付渠道不同而有所不同。 在支付宝、微信支付等平台中, 这个手续费大约在0.5%至2%之间。 以南方电网收取1%的准确值计算, 200元电费充值收取1元第三方支付平台手续费。 三,管理费用除上述手续费外, 南方电网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管理费用。 这些费用包括维护、更新、升级电力运营设备的费用, 以及财务、人力等各个方面的管理成本。 这些成本虽然不见得都直接与电费充值和缴费相关, 但是对于整个南方电网的维护和运营都是不可避免的。 四,利润。 最后一个环节是南方电网的利润。 电费充值和缴费对于南方电网来说是一个商业行为。 南方电网自然会希望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。 这个利润的数额需要考虑电力生产成本、市场需求、运营费用等多方面因素, 所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 但是,按照一般的市场规律来看, 南方电网从一笔200元电费充值中赚取的利润应该在1元至5元左右。 总结,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成本和收益, 南方电网从一笔200元的电费充值中赚取的总利润应该在3元至8元左右。 其中,银行手续费和第三方支付平台手续费占了相对较大的比例。 需要注意的是, 这里算出来的数字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,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 因为南方电网的具体成本和收益情况受许多因素影响, 如社会经济环境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